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也会跟着音乐做一些变化这样子 你就说现在如果是快歌 他的那个味道会比较迷惘一点 没有 他可能只能再浓或是淡一点的 可是都是这个味道 对对对 因为这个味道其实还有三段 然后其实我当时在选择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很冒险的事情 就是我拿了一个代表男生的木质调 再加一个代表女生的棉花糖的甜味 加在一起然后变成了这个味道 所以他其实有就是有一点甜 可是有一些男生的那个木质调的厚度 这个我看这个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 是真的非常香 因为我刚刚一走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边好像百货公司的一楼 那你现在有 那你现在有喷香水吗 没有 那你要喷吗 要要要 可以喷不喷看 哇 我看这是真的很香 这个这个是 original的样子 喷这边好了 我真的很像是百货公司一楼 那如果我是那个在那边贩卖 你会给我买吗 会啊 真的吗 好 那还不错吧 可是调香水有什么难的事情吗 因为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去调过香水 调香水我觉得是搭配很难 因为有些东西单纹是很香的 可是搭配在一起可能就会变成臭豆腐的味道 哦 所以你在调的过程中有调到臭的东西吗 有 我有调到一个我觉得我无法接受的味道 就是都是木的味道 然后没有body 然后就是很浓 就是整罐香水nobody 对nobody 就是有点迷幻 感觉就是你喝醉的时候可以喷的啦 对但正常思维的时候 就会不太想要喷那一瓶这样 所以这一次如果去那个演唱会 就可以闻到这个味道 那如果你想要的话 还可以去门口把它带回家 可是如果你看到那个香水 你会顺便看一下要买水壶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个水壶是拿来装香水的 我们今天是公团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用啊 很少歌手会带那么多东西来卖 哈哈哈哈 没有啦刚好刚好 因为我音乐会的关系 没有跟大家澄清今天没有卖啦好不好 只是跟大家介绍说可以去这个现场 这是我的第二个周边商品 然后是跟Themos合作的三模式 然后因为夏天要到了 所以很多人都会喝冷水啊 对 冰水啊 然后这其实就是你运动的时候 或平常都可以用的杯子 对 然后它是一个限量的版本 所以有我演唱会的视觉在上面 对 我先转一下这直播 你跟大家聊一下 哈哈哈哈 我不会啊 这个购物台真的很难啊 这个水壶有几种颜色 你跟大家说一下 三种颜色有蓝色 嗯 粉红色还有黄色 嗯 可是为什么这一次会想要连水壶都出周边啊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很常用他们家的水壶 然后我在录音的时候 我的是宝冰 嗯 所以因为我录音的时候我喜欢喝微凉的水 太怪了吧 对 一般歌手都喝冰 那个喝昏水或者是 我喝微凉的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都在用他们家的商品 然后这一次就想说 就跟他们合作 做一个比较实用 大都可以用的东西 然后结果他们还真的答应了 对真的 非常爽快答应 这次 人家说这次演唱会很划算 就是去了这个演唱会 外面有很多东西可以买 就是又有箱的 然后又有可以装水的东西 那演唱会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演唱会 这一次的主题叫 耳朵鼻子空房间 然后耳朵的部分就是所有的音乐 我做了很多的改编 然后在乐手老师的部分呢 我快把他们逼疯了 因为我找了很多的弦乐老师 还有Saxophone 可是这些乐器都必须要融入 我新的编曲里面 所以我也很期待说 Saxophone跟我的情歌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另外 鼻子的部分当然就是香气 因为我希望透过那个香气 跟那个歌跟空间的感觉 让你会记得 那一天我们一起度过了 然后空房间是因为我希望 打破传统音乐会的概念 就是因为歌手都在台上 然后观众都在台下 那我可能把这个格局重新的 你是说歌迷到台上 你在台下 哈哈哈哈 还是什么样的概念啊 那蛮可怜的 对啊什么情况 那可能只能卖20张票 哈哈哈哈 而且什么叫做空房间啊 就是最好是没有人到是不是 不是因为那个Legacy的场地 它其实有一点像一个空的仓库 它有自己的故事 跟它自己的味道 但是我希望赋予这个空间 Legacy的味道真的很重 对 有一定小陈满 哈哈哈哈 因为我被识过敏很严重 每次去那边我就会觉得 如果这是配上这个香水 我跟你讲 我一定会在那边待一整晚 真的吗 一定会 好我邀请你来 好 然后我们离开之后 你还可以继续待一整晚 哈哈哈哈 就闻到那个香水整个没有 我再离开 OK OK 好那空房间到底有什么改变 你是不是格局是变成什么样 就是可能我不会一直待在台上 我会在 我会把观众席重新排列过 然后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看一个歌手唱歌 你不一定要只看正面 你可以看不同的面貌 然后不同的情绪 不同的角落 不同的构图 有点像摄影一样 所以我 我还在 还在还在准备啦 希望到时是一个很好玩的 很精彩的音乐会 所以你说你会出现在任何地方 包含演唱的台上 观众席中间 在厕所啦 门口啦 结束后门口也可以卖东西啊 对对对对 这演唱会就是一网打尽 就是我很忙是吧 可是它持续还有在卖票中 对不对 对对对 有两场对不对 6月2号 在台北Legacy 6月9号在台中Legacy 可是我们想听的歌都会听得到吗 因为我刚才很多歌手 非常的特别 就是它最后的歌它就是补唱 你该不会也有这种阵头吧 其实我这一次也有一点点 什么 对不起你不要这样 没有因为 因为我之前商业都唱过很多主打歌了 然后我觉得我历年来的专辑 有很多的遗珠 对 我这一次就把所有的大颗大颗遗珠搬出来 重新编曲 因为其实很多网友都会说 我觉得如果这些歌大家都已经没听过了 还有需要编曲吗 我觉得就是一个 你拿原本的出来我们也不会发现啊 就是一个重新的演绎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后面当然还是会有快智人口的歌 可是我很贱的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这样 对 所以到时在现场就知道了 可是是会有天后 会会会会会 会会会有 至少有啦 有有有有 这两首有 我把它折平 折平 不好意思 好OK 那我就放心了 不然等到后面没有这些歌 我真的 有有有 还是有还是有 对对对 除了演唱歌 你最近在准备什么 最近在准备我的专辑 嗯 然后我等一下跟你见完面 我要回去继续录音了 这么快就有新专辑了 对 我再准备了 然后今年的大概年底吧 会发 对对对 然后现在还是在持续的录音当中 然后这一次也做了很多 很疯狂的事情 选择了很多不一样的曲风 例如 对 还不能讲 好 可是就是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 比较不 比较不一样 对对对对 对啊 除了情歌还有别的啦 对 差不多要拿出来 哈哈哈哈 你再聊 我们再聊个十分钟嘛 好啊 那不然把脚本上的问题问完啦 还说我们直接在聊 聊到节目结束 OK啊 陈生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啦 是个坚持到底的拼命三郎 那除了音乐外 还热衷去参加一些铁人三项 对不对 对 所以比赛中有想过要放弃吗 没有 你确定只有回答这么短 他会很快出来 对对 好啊 其实在比赛中我觉得这个 比赛中有想过要放弃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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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线上什么 圣上限速 圣上限速会让你很high 嗯 然后尤其是铁人三项 一开始就是 大家跳进海里的时候 那回答会很长 就是很疯狂 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很high 完全没有要放弃的感觉 那铁人三项有哪三项 你哪一段是觉得非常的累 呃游泳 脚踏车跟跑步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游泳 因为你游 游得不够快 会被人家盖过去 嗯 然后你就会沉下去 然后大就会盖你这样 哦 因为你看 你跟别人这样一手 这样就会把你压下去 对对对 好心机啊 这个铁人三项 所以我每次都会跑到前线 嗯 然后努力的盖别人 哈哈哈 脚在踢水的时候 也会再往后踢 后面那个人 不会不会 可是遇到挖室的人 就要赶快避免靠近他 因为可能会被踹 哦因为挖室的动作比较大 对他会这样子嘛 可是自由式其实就很安全 可是自由式 如果游得快的人 会把你盖下去 弄到别人 对对对 哇很心机欸 对 你未来会去永度日月潭或什么吗 不会 我觉得游太远了 我有点受不了 我其实真的喜欢是 骑车跟跑步 对对 游泳我是为了 铁人三项再重新学的 嗯 好脚本还有一两个问题 哈哈哈 预计下半年 会发行新作品 对 然后呢 去年又挑战了 那个舞台剧 接下来还有什么 没有尝试过的事 呃 我觉得上年的节目 就是没有尝试过的事 哇 也没被点过吧 哈哈哈哈哈哈 太深 而且我觉得 跟你合唱 也是没有尝试过的事 哦 这你今天整个都完成了 真的 那你未来 应该也没什么要做的事吧 哈哈哈哈 我未来就休假了 哈哈 好 然后我们欢迎这个 重头戏来了 好吧 这是年度最夯的机器 OK 我先把这些东西放旁边一点 以免你等下太激动 整个香水打翻 好 会紧张吗 有一点 你有看过这个单元吗 我有看过一些片段 嗯 对 所以有看过有人被点过 有 你有没有觉得说爱啊 这些人啊 就是不要说谎 这样 其实 嗯 嗯 哈哈哈哈 嗯 你现在心跳有瓶颈吗 呃 我想大概一百 一百四 一百八吧 好我可以讲 一百八好像 你手放上来的时候呢 他会先感受你 正常时候的心跳 那所以 等一下再问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心跳加快 就代表你说谎 哦 所以呢 所以现在 所以秘诀就是 呵呵 就是如果你现在 心跳加快 也可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测一下 就是你平常这种 不说谎 非常放松的时候的心情 这样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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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很多人问说 神尚可不可以唱歌 可以的 节目最后 你们一定要留下来 他是有准备歌曲的 好 现在已经就是 感受你的心跳完毕了 好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你刚刚那个 那一声好有点大声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会紧张吗 一点点 好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好玩的题目 有人说 生日会有没有嘉宾 然后 世安记得我吗 还有人说 觉得不能让朋友 错过这场直播吗 哦 那是公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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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会运动吗 那你们问一些真心话 好不好 我最近瘦了很多 而且你好像也瘦了很多 对不对 我最近因为之前都比较壮嘛 然后今年夏天我选择瘦一点 因为我想穿这种领子的衣服 对 所以我真的有 稍微露出来一点 对对对对 好这个不错 好我们先第一题好了 非常呼应这个演唱会的题目 他说空房间 如果有一天你回到房间后面 那个你的房间不是空房间 有个女明星躺在床上 是谁躺在床上 你会很开心 这网友问题非常的符合 这个演唱会主题也不错 这好难哦 所以我要回答了吗 对 呃 我想是郭雪芙吧 蛤 你要完整的一个直数据 看你的镜头说 我的空房间希望有郭雪芙来 没有啊 你不要在那边挖洞给人跳啊 好郭雪芙 郭雪芙对 好 先看一下有没有说谎 好我没有说谎 为什么那么久啊 可是我没有说谎啊 小小电而已对不对 没有到超好电 也也蛮电的 好啦手放回来 然后 我刚刚算是一个小测试啦 这是十大酷型吗 因为他可能就觉得说 我只是想当歌手而已 唱歌有那么难吗 他的意思 我觉得他应该有懂你 就是你更喜欢空房间 就跟郭雪芙无关啦 就是说你更想要是空房间是空的 所以你跟他可以沟通 就是 就是我们会尽量帮你解释 难不可以 帮你解释说你不喜欢郭雪芙吗 哈哈哈哈 没有 我没有不喜欢郭雪芙 对 就是我们会尽量帮你解释 好 有的时候可以看到 陈诗安肉胸肌唱天后吗 还有 陈诗安喜欢吃麻辣口味吗 超喜欢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谎的 你们问一些真的 就是想知道的问题 好不好 关关太搞笑了 梦中理想情人是谁 有人说嘉宾是毕书警吗 嘉宾还在阶下当中 对 还不知道 好 我来帮大家问一题 嗯 就最近就是新闻上沸沸扬扬的 是 你是 好紧张啊 所以你是真的离开后 没有接过毕书警的电话 真的 确定 请按 他还是电了 我看 这种就是他知道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啦 哈哈哈哈 我看我想说说不定毕书警有打 可是因为他可以电话自己换过 他就是没有通 我们不聊这题了 我们聊天了 哈哈哈哈 太恐怕了 所以在主持这个节目 哈哈哈哈 他要重新撑一次心跳 好 我们重新撑一次心跳 好 这个直播吧 这个直播吧 哈哈哈哈 好我们重新撑一次心跳 好 好紧张啊 这根本是整人的吧 好我们重新撑一次心跳 好 我觉得刚刚那个问题太复杂了啦 我们重新处理一下这件事情 好 好 就是说呢 因为那天你有发那个脸书吗 你是很像问塔罗牌 你知道吗 就问了那个答案不对 然后又重来他 哈哈哈哈 然后换一下句子是这样 你想问感情还是事业 哈哈哈哈 好我们重新撑一下这个事情啦 OK OK 就那天你有发脸书 对 就是你是因为看到新闻之后 就觉得说 诶本来是没有联络 可是看到说他有恨这件事情 对 你才有点走心了 是不是 我其实一直都很在意 然后其实我看过好多 篇这样子的报道 可是我一直都 不想去解释 然后我也觉得我尊重大家 然后我也觉得 没关系 可是那个 那一次的报道 我觉得 有点跟事实不太符 嗯 然后我觉得很痛心 所以我就用我的IG 发泄一下情绪 对对对 这是IG啦 所以有点就是走心 对对对 这件事情你有就是 放在心上 觉得有点受伤 对 非常受伤 那一天晚上 对 这边在心上 准气 啊 其实对 这是准的 我是樹 ler 成年 啊 而这边生 有点 在想什麼這樣 對 他會了解你 謝謝喔 辛苦了 等一下不要電我囉 好 我們繼續吧 所以是會期待有一天還有機會再合唱 或者是同台的機會 對 因為我覺得對 我其實一直都會看到很多的歌迷留言說 希望看到我們合體 然後也希望看到當年的那個畫面 所以我相信所有人都 很想要有這樣子的機會 那我自己當然也是一樣 可以合體的話 會是大家都很開心的一件事 所以是真心的期待合體 真心期待合體 Yes 喔 你好準喔 我只是說他好像在懂你耶 對耶 就是他真的有感受到你有受傷 你看他都不懂我 你看他真的懂我 滿好笑的耶 好 好緊張喔 好 還有沒有什麼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看看 欸 欸 曾子余跑大了自己說 曾子余來幹嘛 他為什麼要自己 好怪喔 好 未來有沒有機會 漏胸肌唱天后 有人問 哈哈 我有漏胸肌唱過 心動跟皮膚 對 所以不適合唱天后這首歌 對 你知道我什麼時候漏過胸肌唱天后跟皮膚嗎 我不知道 你不是有發過寫真書嗎 沒有啊 就MV裡面 這兩次MV 沒有在那個 對對對 民眾看得到的地方 啊 你幹嘛說謊啊 我沒有說謊啊 我MV的確是沒有穿衣服啊 對啊 你有沒有後悔拍過寫真書 沒有 確定 確定 可是寫真書尺度很大耶 可是就覺得人生一定要至少有一次這樣的嘗試 對 而且那個時候我的狀態很好 很壯 對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紀錄吧 沒有後悔過 你也會緊張喔 當然啊 不要再電我了喔 乖 啊 啊 我很認真的回答耶 你是不是有會 那是事實 你懂不懂 好 當年在那間公司 有人叫你拍寫真書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什麼 你覺得說我這麼會唱歌 我要漏嗎 你有想過這個念頭嗎 沒有沒有 其實那個時候如果有人叫我做別的事情 我可能會覺得說 我好好當歌手就好了 可是他們一說寫真書 我說太好了來 就其實你當時其實是想脫的 我沒有特別想脫到那麼多頁 其實我們原本的設定是 只有一點點 可能只有四頁五頁 不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整個團隊 飛到馬來西亞去拍 然後在很多不同的點 然後就想說 我們就預拍多一點 就是可能可以挑其中一個 比較好看的 比較好看的脫的畫面 對 然後結果他們回來就說 都好看 然後就半本都是脫的 然後我就傻眼了這樣 所以剛剛測黃姐算是理解 就是他知道你是想脫 可是沒有想脫那麼多 所以他覺得你有一點小說謊 合力吧 好 你的朋友不誠懇 我看到一兩題滿好笑的 好 來來來手放上來 你覺得你是當年老鷹四少裡面 最會唱歌的人 有一個問題 哈哈哈哈哈哈 自認就好 我們不管其他人怎麼想 不是 你看你的金條說 我覺得我要被電了 你覺得你不是最會唱的 我覺得大家的特色很不一樣 然後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強的地方 所以其實很難去說 誰是最會唱的 而且每一個人的貢獻都很重要 好 好 哈哈哈哈 我剛剛在聽那個 可能會被電動 他在聽的時候都在敷衍我 好久 你懂我 你很會控制你的心跳耶 是真的啦 對啊 對啊 因為我現在唱是在畢行 如果我一個人唱 其實我還是會把一些和聲 跟B的和聲都放進去 哦 對於如果你少了 懶得重弄個卡啦 不是 哈哈哈哈 不是你如果少了那個東西 感覺不對 感覺就不對了 對 每一個人都 的聲音都很重要 因為今天跟你來的工作人員非常多 他們也都有裝法好 是 那想必 我想必他們都可以接受你的提問 我覺得我們可以歡迎一兩個進來 好啊 我剛剛就是三個人一人一體啦 好不好 誰可以上來誰 不然陳真你點名好了 你覺得誰來上 那只有那個啊 邱韋傑上來吧 好來 他的工作是什麼 他的工作就是陪我到處去 對然後 就你出現的地方他就必須到 對對對然後要照顧我 對對對 好好 韋傑是不是韋傑 韋傑韋傑 韋傑 韋傑是誠實的人嗎 不是 算蠻誠實的吧 平常的 你拿來跟我講話 算蠻誠實的 算蠻誠實的 所以 你跟詩安不錯 OK啊 那我們先感受他的心跳 好 那陳真你先想一下你有什麼問題想問他 好 因為畢竟你到工作的時候不能把話都講出來 好 那今天就是利用這個機會 欸那我可以在你那邊嗎 可以可以 我想看他的臉 你看 這邊的視野非常的好 那我們先把手放上來 我們先感受一下你平常的心跳 你先想一下問他 很電嗎 其實蠻電的 沒有到很電的 可是他會有不同的電 你覺得他在看說謊的深度 對不對 我們來回答一下網友的問題 他說香水要噴在什麼樣的部位可以散發魅力 請你上網查 不是啊 不是啊 他陳真說這個如果說謊了 那又怎麼樣 那他如果答案是噴在胸口 啊你沒魅力那怎麼了 就是 不是 但是不是 往奇摩知識下都會有答案 你就噴在耳後或者是這邊 或者是有動脈的地方 對對對 然後千萬不要這樣子揉 喔為什麼 因為會破壞它裡面的組織 不能這樣說 對然後 因為香水要本來就是會順順的從 從 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到 最後一個階段 後衛 如果你這樣子做 他就完全混在一起 噢不行 欸也算有回答到問題耶 對對對 不錯不錯 好 來 韋傑對不對 你要問韋傑什麼樣的問題 他是我們公司最帥的同事 有人問他是不是單身 幹什麼屁事啊 我都不想知道了 你怎麼換屁啊 你先問一兩題 欸好啦 嗯 嗯 問他 你是不是不敢問 我們公司裡面 所有的歌手 不要好像太狠了 好不然我先問一題好了 你覺得陳詩安到底難不難搞 不難搞 你把整句講了 我覺得陳詩安並不難搞 我覺得陳詩安並不難搞 他有可能會收好 他有可能會收好 他真的好久喔 好緊張喔 因為有時候他 哈哈哈哈哈哈 我剛剛 誰想裝正經過 哈哈哈哈 是我很難搞的意思 不能 哈哈哈哈 你來念上班 不準 不準 這個不準 你看吧 尷尬了吧 你來這邊上班大概多久啊 兩年多 兩年多 你把這個秘密藏那麼久啊 哈哈 不準 這真的不準 這局面怎麼收拾啊 這局面怎麼收拾啊 再問啊 你不是 如果他覺得你難搞的話 那你就問哪部分難搞啊 哦 有道理耶 來來來來 手放上來 真的不難搞 你問我問 你問啊 你問你問 你比較會問 你看起來比較壞 你覺得他難搞的部分 是哪一種 例如說化妝化太久 還是容易遲到 可是這兩個路都沒有 那就 對啊 這路都還好 那我想想看 你有沒有問題問 呃 那你覺得我的新專輯 你不是有聽了我很多歌嗎 對 你覺得我新專輯好聽嗎 哈哈 不是這真的不準 這真的不準 沒有因為我想 我想知道這個 啊對 你說未來的新專輯還是誰 未來的未來的 對 嗯 真 你猶豫了 現在聽過的真的好聽 OKOK 現在大概有幾首 大概有 一半 七 所以目前聽過七首 你都覺得還OK的 對 就是之後有機會中的 對有機會 好 我看這個也有可能說謊 對啊 那如果他是說謊 就是說我的新專輯不好聽咯 他個人覺得 然後我等一下就跟他說 你不用來了 欸 代表難搞是真的 哈哈哈哈 沒有 但是 我通通很清楚吧 因為新專輯是好聽的 欸你給我回去了 你給我回去了 謝謝謝謝 謝謝 因為新專輯是好聽的 對 我真的覺得 你們節目這樣很整人 欸你覺得另外一個同事 會想要上來嗎 哈哈 上去 我覺得他好像也可以欸 你有問題問他嗎 有因為他是三個裡面 妝髮最完整的 哈哈哈哈 他就是什麼水滴對不對 對 好 來來來來 哇 很精采耶今天 欸水滴 欸 講到妝髮我就死定了 哈哈 來來來來 手先上來 直接上來 對我們感受一下你平常的心跳 很硬欸 好我們先把心跳控制一下 欸我剛剛聽到這個聲音我就覺得心跳加速了 好可怕喔 對啊 潔癖網友沒有什麼 壞習慣讓你最崩潰 好 已經心跳已經測完了 麥克風拿好 你有沒有問要問 你問啊 你問你問你問 你覺得在你心中 對 陳詩安算是紅的歌手嗎 紅啊 來看著鏡頭說 我在我心中 陳詩安算是紅的歌手 在我心中 陳詩安是紅的歌手 好 你要用那個表情嗎 堅定 欸是準的耶 是準的耶 你好棒 不准學我那招 我問你 稱讚 我問你喔 那你覺得 在你心目中陳詩安是很帥的歌手嗎 啊 因為他看過我 而且他猶豫 很邋遢的時候 他已經猶豫了 對 因為我想知道這件事 因為他看過我很邋遢的時候 也看過我很完整的時候這樣 對在鏡頭講 好像不太堅定的表情 你有沒有覺得站在這邊很爽 對 我終於明白你的角色了 你就是來爽的 在我心中 陳詩安是上班的時候很帥的歌手 請按 他怎麼可以調整這個題目啊 他可以調整 可以可以 很聰明 對啊不然他被電了耶 很可怕 哇欸沒有電到他不行 我覺得我沒要問他有電到他 那你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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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電我 來來來來 你真的好棒喔 你真的 我上上看喔 你覺得 我覺得 以陳詩安現在這個紅度 商演價碼會不會太高 可是我們也不知道商演價碼多少啊 對啊 算了算了不要不要 對 我想看 有人說沒上班的時候很醜嗎 沒有很醜啦 只是上班的時候比較帥 好不然就重複剛剛那一題好了 就說你覺得陳詩安難不難搞 喔好 你可以想一下 想完了 好 我剛剛在下面想 這麼想 我被問我要答 是不是你可以說 你覺得 你覺得陳詩安有沒有讓你做什麼 讓你很不舒服的事 或是覺得很難搞的事 好 你內心你來這邊上班多久 我 跟他 合作好久 八年七八年 這麼久 八年來有沒有真正不爽過陳詩安 這個問題 沒有跟陳詩安講過的喔 就是 沒有講過的 攤開來講的就已經沒事了 好 有沒有真的不爽過陳詩安 至今其實還不好意思講出來的事情 好 有還是沒有 沒有 好 我覺得這樣子問問問題 有可能會被電 你 欸你的表情 哇 你同事很誠實欸 真的耶 真的好棒喔 真的要讓你下去嗎 好 那你可以下去了 還有問題 我等一下請你喝咖啡喔 他誠實到不行欸 對啊 真的不行啦 好啦好啦 他很誠實欸 怎麼會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要問什麼 問你好了啦 好 好好好 我給你議題的機會 你叫議題喔 你先好好想一下 因為我剛剛我 啊不是 等一下 欸前面兩個人很緊張欸 對啊 因為你知道這上面有多濕嗎 欸所以練起來會更痛 好 好 來 欸手放上來還是會緊張欸 好 我的問題來囉 好 請問今天你知道嘉賓是陳詩蘭的時候 你心裡是期待還是不期待 我是蠻期待的 好 欸我要按哪一顆啊 按右邊這個 對對對 啊不是 對不起 他反過來我忘了 喔喔喔 那我們從事也是心跳 好 好 好令人緊張的聲音喔 好好好來來 再問一遍 呃你知道今天的嘉賓是陳詩蘭 你心裡是很期待還是完全不期待 我知道今天陳詩蘭要來的時候 我非常的期待 好 好 那邊 那邊 好 不能這樣我會害羞 因為他的眼神會 欸 喔我的天啊 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 開心開心 我很誠實吧 是是是 你想說最近的新聞那麼多 應該有可能說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這台機器我們就讓他先下去了好不好 好好好 我覺得他可以先去 我終於挑戰過這台機器了 真的好累喔 對啊 累到我想噴一下香水 哈哈哈哈 請請請 這怎麼開啊 就旋旋 喔他就是滴出來這樣 對對對 好我們下一個遊戲呢 是因為陳詩蘭是個知名的歌手 是 然後呢對於這個市場上的歌曲非常的了解 再上演唱會又要來了 對 所以呢我們會請出一位出題小姐 來出題目 啊因為這個小姐今天沒辦法來 所以他就請Google小姐代替 所以就是他會直接放出聲音來 然後呢這個題目是因為我也沒有看過 那就是說呢我們聽這個聲音 如果你確定知道這是哪一首歌 我們就去前面按鈴搶答 好 那如果答出來了就會獲得一分 很緊張欸 嗯 好 Google小姐 追時因為渴望我奮不顧身奔向每一道陽光我跌倒 是種成長我故事總是 是在立行 啊 答對嗎 欸這很難欸 欸這很難欸 我我我只聽到幾個關鍵字 對 對對對 今天題目都是難的喔 都是成長的歌嗎還是 好好好 再靠近一點點就讓你牽手在勇敢於 那個獵人未滿 很難欸 再靠近一點點 好 在黃的風雨我不畏懼哪怕路途多遙遠 我不是無敵但絕不放棄儘管夜裡多少類奏一曲別離別再逃離一拳江山我來定這一世做自己的皇帝 什麼皇帝 什麼皇帝 你確定嗎 你要按如果你答錯就換我 你要按看 好好好 陳彥宇的歌 什麼皇帝 走開走開 大皇帝 大皇帝還是大黃蜂 大皇帝啦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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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你根本是瞎菜你聽到皇帝吧 對對對 因為 對我就是聽到皇帝我就知道 很難欸 就聽主題 歌手都會聽主題 又不是歌手 找關鍵字 Gogo小姐可不可以好好念嗎 美麗的泡沫 雖然泥衝花果你所有成 是泡沫嗎 鄧紫棋的 我跟你講歌手就是聽關鍵 美麗 為什麼是美麗的泡沫 我不是 喔 哇 推開蒼白的手 推開蒼白的絲熊關鍵 好 好讓你答案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答案的人要唱喔 我嫉妒你的愛 我的歌天后 可是剛剛是哪個怪 推開蒼白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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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的主歌 好 太放水了 太放水了 我覺得Gogo小姐唸好快喔 Gogo小姐不能調整速度對不對 她不能慢一點嗎 有緩起啊 她說得是 Gogo小姐 而且都沒有表演符號 我們是真的愛嗎 我想問我自己 哪個是想加 加加9 加加9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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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你學校的操場 看星空教室裡的燈還亮著 你沒走記得我寫給你的情書 都什麼年代了到現在我還在寫著 這閃文吧 都什麼年代了 我現在差點手好了 我不知道答案 好 告白氣球好了 不是喔 你們有人知道答案嗎 沒有人知道答案 大家都知道 真的耶 好強喔 網友 你們確定是你們聽得出來 還是你們有另外一個分頁開魔鏡歌詞嗎 直接打進去 對阿 網友猜很快耶 真的耶 因為我們兩個剛剛一回頭 全部就是等你下課耶 對 好難喔 可是 下幾比幾 三比三 平手耶 平手耶 下一題 他可以和你演出的 我演是 而不見在第一個 最愛的第一次 演演演演演演 答案 喔 我還穿過這首歌 不好意思歌手就聽一些關鍵 OK 好 下一題 你講我的 下一題 當你走的那天 我不再說故事了 不再編織起承轉合 也不用為結局苦惱了 當你走的那天 你不再說故事了 不再安排我的最白 也叫我別再著迷了 你知道嗎 那我就瞎猜喔 當你走了 沒有這首歌 那我瞎猜一首那個 不為誰而做的歌 你不是這樣嗎 這首歌當你 好好再聽 你們 當你走的那天 我不再說故事了 不再編織起承轉合 也不用為結局苦惱了 當你走的那天 你不再說故事了 不再安排我的對白 也叫我別再著 歌手都是聽關鍵字的 偷故事的人 哈哈哈 你確定歌手是聽關鍵字 還是聽外面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欸現在沒有 沒有玩攝謊機啊 沒有在玩攝謊機嗎 哈哈哈哈 下一題 好可不可以 我真的沒想到這首歌啦 其實我也沒想到 一起把青春熱血回憶 都唱成歌給未來的 沒預期的 我們青春 答對 哇你好快 等一下 志明已成家嗎 答對 欸我還說蠻會猜的欸 而且 哇 因為他是走到淡水的海岸 那個台語對不對 對對對 為什麼扯住對方 空著兩男男蛇 也總會時間 你的歌嗎 嗯 好愛好散 對啊 聽到嗎 關鍵字扯著對方 對啊 因為這個字很少有人 好 下幾比幾 現在5比6 好 欸我6分啊 對啊 OKOK 好 下一題下一題 我需要你 需要你 需要你 陪伴我 好想要你想要你想要你 這什麼色情的歌啊 哈哈 什麼我需要你需要你 多需要啊 等一下 這個歌是18歲以上可以聽的嗎 他說我需要你需要我想要你想要 你有聽到嗎 好 好 再一遍再一遍 喔喔 還有什麼 我需要你 需要你 需要你 需要你陪伴我 好想要你 想要你 想要你 想要你陪著我 他叫什麼歌名 喔 喔 余仔 喔余仔 余廣宗的 欸 我 欸 怎麼怎麼他用念的這麼色情啊 哈哈 我們可以再聽一遍嗎 好 我需要你需要你需要你陪伴我 好想要你想要你想要你陪著我 我不知道你在哪裡 真的欸 真的欸 你看他宣傳有多大 哈哈哈 他就我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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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哈哈 可是你一唱完我答案就確定了 對就確定是他 哇 我剛剛 我剛剛一聽就覺得很熟悉 可是又不是這樣的 對 好 6比6對不對 講完幾題 還有嗎 好好好繼續繼續 蠻多的好 你常說表現好的話 我就要給你一個讚圍者 咱咧家庭幸福 我俠鐵牛運公散 沒完龍家班 我是痴情的男子漢 哈哈哈 歌手都是聽關鍵字的 痴情男子漢911 對嗎 而且我剛運功散的時候我還在那邊 因為中間我跟他一度連在一起 我聽不懂 對聽不懂 中間有人卡在一起 其實我想要一種美夢睡不著一種心臟的狂跳瓦解界線 不被料到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過的浪潮陪你放肆地年少 從你眼神能找到解藥 我剛才我從他講話找不到解藥 那你要不要嚇一下 我從你的眼神我也找不到解藥 我也找不到解藥 那你們剛才有猜過嗎 我沒有猜過 我沒有猜過 蛤 還要再一遍 再一遍再一遍再一遍 因為剛才你沒提錯我講錯了 其實我想要一種美夢睡不著一種心臟的狂跳瓦解界線 不被料到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過的浪潮陪你放肆地年少 從你眼神能找到解藥 我剛才我瞎猜一首歌 那個不為誰要做的歌 蛤不是 可是我們剛剛猜的沒幾首啊 我們剛剛猜那個偷故事的人之前有沒有 可是我們剛剛猜過的 我們剛剛講偷故事的人之前有沒有講錯什麼 我們剛剛猜的人的別首歌而已 鄧子齊的別首歌 還有林俊傑 還有誰 我覺得 那可以有提示嗎 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 男生 男生喔 那就是 那是什麼歌你知道嗎 不知道啊 就把這歌都講出來 好啊來按下去 修練愛情 不是應該是新歌 不會誰做的特質 不是 他是去年才發的 好難喔 可以再聽一次嗎 其實我想要一種美夢睡不著一種心臟的狂跳瓦解界線 不被料到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過的浪潮陪你放肆地年少從你眼神能找到解藥 我剛剛因為我剛剛不小心看到答案了 我確定我沒有 我猜不出來 喔喔喔喔喔喔喔 對不對 因為看到答案比較 偉大的渺小啦 太難突然沒想到 對 好下一題下一題 貝比貝比陪我甩一甩頭髮好嗎 貝比貝比陪我寫一首羅克好嗎 貝比貝比陪我打我的電話號碼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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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丟下我一個人在家呀 不要再一個 為什麼聽起來都是色的 哈哈哈哈 而且他就說貝比貝比不要不要不要喔 哈哈哈哈 然後什麼陪我打一個 什麼陪我打什麼 對 陪我打什麼 打我的電話什麼什麼 然後不要什麼一個人在家 好難就有空難喔 貝比貝比陪我甩一甩頭髮好嗎 貝比貝比陪我寫一首羅克好嗎 貝比貝比陪我打我的電話號碼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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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丟下我一個人在家呀 不要再一個 我沒有答案耶 好像看後面 不是他為什麼說 為什麼要陪我打我的電話 對啊 他就不要再一個什麼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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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有答案的嗎 我們可以看後面嗎 哦 我還有二者 哦 哦 必須是你的歌啦 哦 我知道這首歌 他演唱會沒有唱過 不要不要 我知道有歌 你還是會跳舞的那首 哦 對了 有原曲嗎 沒有沒有 那你要不要去回答 不要 因為我沒看過答案啦 就三八啊 哦 好難喔 對這首 好,好,下一題,下一題 我愛我愛著你盛開,就算你命走來一路上樓,多了些能耐熬 那個啊,清算住了誰 所以你常常去唱K喔 我的歌?什麼歌? 哈哈 世界沒雖敗由榮人走了,可是心卻仍全空 雖敗又榮,不習慣喊痛 哇,這關鍵字好難喔 現在8比7 我現在最後兩題 8比7,然後我是7,你是8 叫你媽媽帶你去買玩具啊,快快拿到學校 卻要把孩子交給朋友吧,哎呀呀,你看你手上拿的是什麼 那東西我們早就不寫啦,哈哈哈哈 你確定這是一首歌嗎? 你確定這是一首歌嗎? 有,我確定我聽過這首歌 那哈哈哈哈,怎麼唱? 尤其第一句,非常的 真的 再一次,再一次 我知道這個歌 哇,好啦,叫你媽媽帶你去買玩具啊 快快拿到學校圈要把孩子交給朋友吧 哎呀呀,你看你手上拿的是什麼 那冬期我們早就不寫啦 大風吹嗎? 對 草都沒有派對,草都沒有派對 太難了 這真的好難喔 因為我... 8比8 還沒了是不是 還有一題 喔還有,那我剛才... 一題定勝負 麻車風暴剛剛那個很難啦 要...要不是我看麻車風暴很難啊 哈哈,來 吹呀吹呀,我的驕傲放縱,吹呀吹不回我 啊,吹呀吹呀,吹呀,吹呀 啊,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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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幹什麼啊 那你唱,你唱,你唱 我來,我來響來 我來吹呀,吹呀,吹呀,吹呀 你唱,我唱不定你有答案 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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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我的甚麼 交放鬆 你唱完看有沒有答案 因為你按到的我先讓你 好好好讓你讓你 椰子嗎 書 他叫什麼啊 書玉銘 椰子 不對啊 你再講一次 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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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喔 你剛剛明明就說椰子 所以這樣我贏了是不是 太好了 我才是真正的歌手 好下一個遊戲 我看今天的遊戲都蠻累的 要考驗我們的反應 接下來這個是五秒遊戲 什麼叫五秒遊戲呢 例如說他會突然出一個題目 講出三個夜市小吃 那五秒那天就要回答完 例如說蔥仔餅香腸 然後炸雞排 你按完 那這樣就換下一個人 那他們會負責出題 就是五秒內你要答完這題 然後呢就換下一個人 所以是考驗你的反應 我們兩個都要喝水 逼死那個攝影師 不知道怎麼躲 沒關係他不用躲 我們很free的 好 這個嗎 好就是回答錯就可以打人 真的喔 好 我講完題目就直接倒數喔 好那誰先 我們講到最後一步 講到最後一步 你先 好 為什麼輸的可以選啊 很奇怪 不是 那才選幹嘛 好好好 來來來 第一題 說出鼻子的三種形狀 鼻子是什麼意思 鼻子的三種形狀 什麼意思啊 一 喔喔喔喔 是他 你先 你先好 那這樣我就輸了 因為我聽不懂這種題目 真的嗎 對 那我答你喔 可以可以 應該是 你最答的應該是什麼 蒜頭鼻 什麼蓮霧鼻 然後什麼櫻溝鼻 什麼朝天鼻這樣 我沒搞清楚這題目 好好好 繼續繼續換你換你 問陳詩啊 就是你一回答完就要按 你看有沒有那五秒內 OKOK 好 好來 說出最滿意的三首歌 不習慣很痛 心動天吼 好我看你回答完再按 喔喔 對 對不起我一個自然反應就是搶答 好換我換我 這樣有個tempo了 說出三種最愛的飲料 那客戶必吃葡萄汁柳橙汁 大概這樣 換成三 好 說出三個演示台上忘詞的方法 啊 丟給大家一起唱 然後 裝麥克風沒有聲音 然後再來裝聽不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很長這樣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天啊好好笑 哈哈哈哈 這樣 好 一起 哈哈哈哈 對 然後 有時候耳機真的聽不清楚 Key有沒有 聽不到你的Key 對 有時候因為太大 然後大家尖叫聽不到Key 然後我就會 欸大家一起唱 然後這個Key是 啊OK OK好接唱 哈哈 會不會有些歌手狀態不好 一直摸耳機 然後就是大聲音 有時候如果聽不到會 會比一下 對對對 好 再一題 問觀賞文 說出三種開嗓的方式 是 呃 喝碰大海 然後 這個吃荊棘 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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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很難欸 而且吃荊棘怎麼開嗓啦 吃荊棘會不會開嗓 亂講 那我剛剛第一個那個是可以開嗓的嗎 可以可以 可是它不是這樣子的 那是放屁的聲音 它那個是 哈哈哈哈 而且你還可以 逼 불� 불� или ··· 這樣子 然後你還可以 阿我真的不會阿 好 說出 看醫生的三個理由 生病了 不舒服 跟肚子痛 這節目有一個規則在 就是回答完再按 阿哈哈哈 好 好好 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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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習慣要搶答我 對啊 好 換關燒文 笑出三種笑聲 有人說第二個第三個太像了 你們決定 再笑一次給你計畫 這樣有像嗎 你要笑三個 有有有有有三個 而且最後一個感覺就是 好像被急發涼的感覺 猜疑猜疑 叫出三種動物的叫聲 差一點 說出三首KTV必點的歌 天后好愛好善不習慣海透 我要測謀 我要測謀 你再說一次 不好意思我們暫停遊戲一下好不好 不是有兩台嗎 好 好來去吹一下心跳 你剛剛說什麼 好愛好善天后跟 不習慣海透 好okok好 好還問 好請問 你在KTV必點的三首歌是 是什麼 天后好愛好善不習慣海透 確定 好 好 我跟你講 八神會被跌 就是知道 我就是真的會唱這些歌啊 好好 相信你 相信你 換你換你 換我 好問陳詩安 說出三種游泳的方式 挖式 自由式跟碟式 太簡單了 下一題 說出最滿意自己的三個部位 眼睛鼻子嘴巴 我非常滿意我的五官 好 陳詩安 講出可以惹怒你的三個地雷 我想不到耶 好 那認真三個地雷有什麼 三個地雷 太臭 不洗頭的臭 然後還有什麼 吃的東西沒有整理 就是很多油 就是突然摸到一個 你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可是你就知道它可能是 就是人家食物的那個油 還有一個 想不到了 好來換我 好 說出三種停電時會做的事 點蠟燭 玩手機睡覺 你停電時會睡覺 就電停了 每個沒事幹就睡覺 好 不然再問一次剛剛那一題 我不要回答睡覺 好 說出三種停電時會做的事 唱陳詩安的歌 聽陳詩安的歌 還有用手指看陳詩安的MV 哈哈哈哈哈哈 沒時間撤網 沒時間撤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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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要唱歌耶 好換陳詩 好 講出蹲廁所會做的三件事 看手機 看手機 檢查MV的樣子 然後空水 哈哈哈哈 你會檢查MV 對啊 因為他會告訴你身體的狀況好不好 有道理 還要換我 說出三個對你非常重要的圈內人 陳詩安,畢書記,林玉璽 我要策劃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都在這個時候很不誠懇耶 不是,你只要回答出來就好了 好,下一題 再一題 說出生日音樂會最想看到的人 呃,畢書記 然後娃娃 還有許家瑩 好,下一題 講出昨天吃的三種食物 哇,高麗菜,豆漿,奶茶 好 還有一種,哦,豆漿跟奶茶 說出三種最無法忍受的味道 為什麼我都是這種 屁味 臭 頭髮的臭味 還有體味 好,下一題 說出三種洗澡時會做的事 呃,洗頭髮,洗腳,洗屁股 好 說出不能唱歌的三種理由 呃,喉嚨痛 頭痛,肚子痛 對吧 對,對 沒有,沒有題目了 沒有啦,等下要聽不唱 最後一題 想彎 說出你的三種口頭餐 我愛陳詩安 傻傻眼 幹嘛 好,過關了 OK 我剛好,這節目最後呢 是因為陳詩唱歌非常的好聽 我的唱歌也非常的好聽 是 所以我很有榮幸的可以跟你唱一首歌 好 可是你是知道我唱歌很難聽的喔 還好,我有聽過 還可以,還可以 好,那我們就要圓夢唱這個 勢在必行 好 好好喔,好開心喔 開嗎,看一下 有有有有 有,開了 好,來 我跟你講只要一忘詞 我當然就會摸一下我的耳朵 因為有一些歌手 你也可以這樣子啊 有一些歌手教我這樣 好,你先唱喔 好 我隨時加入 天啊,好緊張喔 我以為我已經累了 無法再回聽 沒有目標的翅膀 我世界被越來山闖 溫度卻讓身體 再次感到很沮喪 我微笑不是假裝 我最是因為渴望 我奮過和聲分享 每一道鴨魚花 我跌倒失蹤成長 我哭失蹤 我哭失蹤 是嗎 我存在不是假想 不會最強 會愛付出風華 會夢少一點傷 會保護我的信仰 別個人堅強 會執著觀眾執著 為你說了電話 別說我一直找不到方向 再為愛付出風華 會夢少一點傷 會保護我的信仰 變得很堅強 會執著很重執著 為你說了電話 為別人看我不卻目光 對看對看 好 感受悲傷 讓我希望 謝謝大家分享 下廳演唱會 6月2號還有6月10號 在台北跟台中的Legacy 對 6月2號跟6月9號 台北台中Legacy 講說一起了 對 耳朵鼻子空房間到場見 好 Bye Bye 門口有賣相色 有点赞,有点赞